在西方极乐世界 业业保重 当然知足 业切保的妙得 那回过头来 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是不是呢 是的 一点都不错 没有例外的 我们这个世界 越毛越沉 毛是身上 身上汗毛 这是比喻 镇报里的最小的 尘是微尘 衣报里的最小的 这一毛一尘 它居不居足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万法之妙的居足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 我们实在是迷失了自己 不是它没有 它有 它有它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只是暂时的 一两时候不起作用 觉悟就起作用了 佛菩萨觉悟了 它就起作用 它起作用就像 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样 没有两样 佛告诉我们 智行一处 无私不斑 又告诉我们 静随心转 华言经上说的很明白 在宇宇宙之间万四万五 大到宇宙 我佛法将发解 小到微尘 它是一体的 夜夜远居一切得 夜夜远居一切妙 这个境界 华言经称之为 不思义谢托境界 谢托是大自在 谁证得了呢 普贤菩萨证得了 华言经末后一品 真元年经所翻译的 我们称它作四十华言 四十卷华言 就是华言经最后第一品经 拼题 就是入 不思义谢托境界 普贤菩萨行愿品 普贤菩萨行愿 能入 不思义境界 所入 那么在此地 我们就明白了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是能如 能行 极乐世界 是不思义谢托境界 是所欣 所入 普贤菩萨行愿 六数 只说了十条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是西数 是一 不是二 阿弥陀佛说的 会这更威斯 呀 顾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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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我 有